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看到我朋友给女儿买了那么多漂亮的童装和玩具 也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总劝他别给女儿买那么多东西 要不然等将来怀了老二是个儿子没法穿用就浪费钱了 我朋友一开始还开玩笑地说 就是因为现在没钱也没闲 我不要二胎 也不会特意生儿子的 但这些长辈亲友还是时不时就要念一下 更让我朋友生气的是 好几次他女儿还在一旁就有人说 叫妈妈生个弟弟好不好啊 你们家欠个男孩子啊 我朋友只好认真看着女儿说 我不缺儿子 我有你就很好 他常私下向我们这些闺蜜诉苦 说这种情况真是讨厌 我女儿难道不是人 我女儿超级好 将来的发展 我相信我女儿肯定比那些说我缺儿子那些人 比他们的儿子强多了 我在这里倒也不是想说 重男或重女谁对谁错 我只是觉得圣经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就说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可见男人女人都是神美好的创造 而且神对他造的男人女人都是评价说 甚好 男人女人都是神所珍爱的 都有美好的存在价值 人为什么自己还要做区别 看重一方 轻视一方呢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要不要也分享一下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 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